下课铃声打破了校园的寂静 同学们在操场上打篮球和老师们做游戏 谁能想到这些活泼开朗聪明伶俐的孩子 曾经是大人眼里的坏孩子 近日记者来到距昆明市50公里的宜良县丑小鸭中学 聆听孩子们从丑小鸭蜕变成白天鹅的故事 丑小鸭中学创办于2011年 是一所专门帮助初中阶段不适应传统教育的问题孩子的民办初中 这所学校在一些家长眼里是救星 在一些学生眼里是家 而从事30年教育事业的詹大年就是这个家的大家长 在他眼里 这些问题孩子只是遇到问题暂时找不到解决办法 学校从小鸭这些很多人认为是一个问题孩子学校 这些什么孩子呢 教育导弹的 业部北书的 陶学的 早烈的 晚饮的 三九八的 其实这些孩子 他本身没有问题 他是遇到了问题 不能解决 最好被曲解 被误解 或者是被排斥 那么这样来说 他们就变成了问题孩子 丑小鸭中学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 任何一天的任何时候都可能有学生入学 自愿来丑小鸭中学就读的学生非常少 多是被父母骗或绑来的 来自浙江台州的初三学生徐梦 回忆起当时入校的经过 表示自己起初很讨厌这个学校 但是与同学和老师的相处之后 便开始喜欢上这个学校 并理解父母的决定 刚来的时候是 可以说是讨厌吧 讨厌我爸妈为什么要骗我 把我送来这个地方 然后后面也就理解了他们 因为如果他们这样子骗我 我也不会过来 特别喜欢丑小鸭这个学校 然后毕业之后 也会肯定会特别想念这个学校 因为我的初中生涯 大半部分都是在丑小鸭学校度过的 在真大年的理解中 只有爱笑才能玩得起来 才能拉近与学生的距离 实现平等的师生关系 所以爱笑会玩 成为丑小鸭中学老师的一个 最重要的审核标准 90后的娟娟老师 是孩子们口中爱笑的女孩 也被亲切地称作虎妞 她回忆第一堂课时 面对这群问题孩子 既紧张又害怕 一开始来的时候 一个是我自己心理上面 其实一听说 一听说全部都是初中生 我当时心里面就想 我如果就是上课有什么问题 他们会不会骂我 当时其实是有这个顾虑和这个紧张的 到后来之后 从我来到 就是教室那一刻 就很愉快 很轻松地和你打招呼 然后你就突然觉得那些紧张 就完全都没有了 据了解 丑小鸭中学全校初一到初三年级 共三个班级 58名学生 有24名老师与孩子们同吃同住 从学习到生活 给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 丑小鸭中学的特别之处 在于军事化管理 与自由创造并存 随处可见的涂鸦墙和贴纸墙 表达出他们的内心想法和创造力 张大年表示 孩子们正处于青春期需要表达情感 只有让他们感受到充分的自由和尊重 才能拥有健康的心理 这个军事化跟自由 可能它不磨蹈 它不磨蹈 所以一别是军事化 让它有这个力量 一别是自由的 温馨的 让它感觉到它的创造的存在 开办十年 有2000多名学生从丑小鸭中学毕业 有些学生来丑小鸭中学 仅仅几个月甚至更短的时间 毕业之后就能够回到正常的生活状态 有些孩子通过中考深入浦高 进而读大学 研究生也有些孩子通过自己的一技之长 找到满意的工作 如今丑小鸭中学已经搬到山坡上的瑞兴村 张大年说 未来孩子们可以到山路上尽情的奔跑 因为丑小鸭最终要飞向蓝天